中風它的症狀跟處理方式 其實大家可以先有一個口訣 就是FAST F-A-S-T 單純感覺神經功能的正常 但單純只是力氣比較差的這種無力 我們不稱它為麻 麻其實還有分很多種 那我們可以描述的更詳細讓醫生知道 醫生很多病人來到診間 會說他手麻腳麻 但是這種麻又說不清楚 其實很麻煩 可不可以請醫生大概舉例一下 有哪幾種不同的症狀的麻 然後可以讓病人更清楚 嗯 是這樣的 就是在診間的時候 常常會有病人就過來跟我們說 醫生我麻 手麻 然後我們就會說 啊 所以是怎麼樣的麻 那病人就說啊 就麻 我們就說啊 所以是怎麼樣的感覺啊 然後病人講不出來 那這個時候其實醫生會有一點不太好判斷 那所以說 麻其實還有分很多種 那我們可以描述的更詳細讓醫生知道 那第一種我們就簡單講說是麻木 變得比較遲鈍的感覺 那也就是說譬如說 手 假設是手麻好了 那就是好像是摸起來鈍鈍的感覺變得比較不敏感 那像是被保鮮膜包著 隔一層保鮮膜的感覺 或隔一層手套的感覺 或者甚至是那種死皮的感覺 這種就是那種 所謂的變得遲鈍 麻木 茶茶那種意思 那另外有一種變得遲鈍 它其實比較奇怪一點 就是你在走路的時候 會覺得腳底踩在地上的感覺好像怪怪的 因為我們踩在地上是 就走在路上平地是硬硬的感覺 但是有一些病人呢 他的神經有一些變得比較遲鈍 有一些病變 然後他踩在地上走路的感覺 會反而覺得好像踩在棉花上 就是那個踏感變得怪怪的 回饋感變得軟軟的 那這個情形 它其實也是一種神經有受損的一個現象 那第二種麻其實講的是無力 但其實一般來說我們不稱它為麻啦 只是有的病人會這樣說而已 那單純感覺神經功能的正常 但單純只是力氣比較差的這種無力 我們不稱它為麻 這種情況盡量不要用麻去來描述 那第三種就是一種不舒服 麻麻刺刺的那種點點的感覺 那你可以用很多方式去描述它 那比如說靠近火源會覺得熱著刺刺的 有密封在遮 或者是有一些像蟲在爬 或者甚至是電流通過爬那種 毛骨悚然的那種感覺 反正只要是皮膚那一片出現怪怪刺刺 那種不太舒服的現象 但是又好像不是痛 就那種一整片的那種不舒服感 那其實就可以稱它是一種麻 那另外還有一種就是神經的過度敏感 就譬如說像風吹過去 應該就是風扶過的感覺而已 但有一些病人他神經異常的敏感 就甚至連風吹過去都會痛 就是這樣吹過去 就有一種很奇怪的痛感這樣子 那甚至跟衣服摩擦的地方也會痛 或者是奇怪的麻感 這種也是屬於一種神經異常敏感的現象 所以都可以跟醫生這樣子描述 好 那我們在講到這麼多麻的狀況 其實病人最害怕最擔心的就是 會不會跟中風有關係 因為中風也是我們十大死因當中的名列 第二名第三名名列前茅的 那我要怎麼樣知道這個麻 有可能是中風的症狀嗎 這是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中風其實我們常常發生的時間點就是 你瞬間或者是早上起床的時候發現 欸怎麼中風了 那中風他的症狀跟處理方式 其實大家可以先有一個口訣 就是FAST F A S T 那F就是FACE 就是臉的意思 你就觀察病人的臉的表情是否對稱 或者請病人笑一下 然後看一下兩邊的嘴角是否對稱 那A就是arm 就是手臂的意思 你有請病人雙手平舉 然後看他會不會就這樣怎麼掉下去 如果這樣吹下去 無力吹下去的話 那其實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真相 那第三個是S 那就是Speech 就是講話 那請病人說一句完整的話 最好是有主詞動詞騙語那種的受詞 一個完整的話 然後聽病人講話的內容 是不是咬字有問題 變得不太均出 這樣子的情況 或者是他講話的內容怪怪的 變成說是不合理的 有異常的內容 那這個都是很重要的現象 那第四個就是T就是Time 就是時間 那這個就是你發現以上的這種症狀 你就要盡快的送醫的意思 我們說麻跟中風是不是有關聯 是不是中風造成的麻 其實坦白說有可能神經科醫師就會去評估病人的症狀 跟他發生麻的部位這樣子 所以其實以一般的民眾來說 其實不是那麼好分 但簡單講就是 如果發生了上述FAST的這樣子的症狀 那就當他是中風先送醫再說 那另外還有一個區分的方式 如果是神經壓到 或血管不通暢這種麻 通常你甩一甩 一陣子之後就會好了嘛 這樣就不用擔心 那如果是單一神經的病變 那他通常是這條神經他管的範圍有問題 但是他隔壁條 他臨近的神經並沒有問題 那譬如說 有時候壓到這個地方造成了饒神經的麻痺 那手就會這樣子吹下來 抬不起來 但是手雖然抬不起來也不能伸直 但他可以彎 所以說雖然他的麻可能出現在這一片 手的背側這一片 而且有一個無力伸直的動作 但是他的這一側卻是正常的 可以彎也有感覺也正常 如果他臨近的部位這麼的差異這麼大 那通常也不會是中風 所以這是一個可以做簡單的區分的方式 但如果分不出來 但症狀來得很急 那還是鬆力比較快 所以我們在一起 很快 就是這一個不早的地方 有時候 他會說 是 這一個不早的地方 也有了 不過是 大聲